当身处车辆行驶环境时 你应该知道你所处的那些位置 司机根本看不见你 前方盲区 大货车前方属于半盲区 尤其是紧贴着车身的位置 都存在明显的视觉盲区 危险范围是货车大小而定 左侧盲区 左侧盲区在货箱尾部附近 相对右侧盲区要小一点 但如果处于左侧后轮的位置时 通过后视镜也只能看到一半车身 右侧盲区 大货车右侧盲区 是大货车所有盲区里最危险的一个 在货箱末端至驾乘舱末端位置 距离大货车宽度约为1.5米的范围 货箱越大 盲区越大 后方盲区 大货车正后方是全盲区 几乎看不到跟在后面的人或车辆 除了以上这些 还有一个汇动的盲区 内轮差 当车辆转弯时 货车内前轮的转弯半径 与内后轮的转弯半径 不在同一条轨迹上 这就形成了内轮差 车身越长 转弯幅度越大 形成的内轮差就会越大 如果此时行人或其他机动车 在内轮差盲区内 后果不堪设想 真爱生命 远离大车 确保自身安全